2023中秋禁忌 中秋节星号千万不要做这八件事 中秋节连假要到了 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相约吃烤肉 赏约吃月饼共度这个连假了呢 但中秋节除了在民俗上象征着团圆的时刻 你知道其实祖辈们也相传有一些中秋节的民俗禁忌 尤其是在农历八月十五这天千万不能做的事吗 到底有哪些中秋节禁忌需要注意 快跟着姐妹淘一起来看吧 中秋节禁忌一 即月饼水果不圆 在古代中秋节代表着月圆人团圆 一家和谐的意义 因此在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 要避免吃有零油脚的饼 祭拜祖先神明的水果也尽量挑选圆的 并避免挑选谐音 离字的离字 以求家庭和乐圆满 中秋节禁忌二 祭手指月亮 中秋节是月亮节 民间相传月球上住者无刚与嫦娥 应有特殊神灵 所以古人相信这天更要避免用手指指向月亮 以免对神明不敬 中秋节禁忌三 祭到河边海边游玩 中秋节这天受到月球引力影响 比较容易会有潮汐发生 当日海浪比较大 若有风雨比较会形成风狗浪 因此建议中秋前后不宜细水到海边游玩 中秋节禁忌四 既往阴气种之的 中秋节月圆为至阴之日 在阴日不宜到立如荣树下等阴气过重的地方 以免被不好的气场影响 中秋节禁忌五 既假花摆设 想在家里装饰花束的话 既得选仙花 尤其中秋节这天不要摆设永生花或假花 容易吸引来不好的运气哦 另外 相传中秋节也是月老的生日 因此想祈求好桃花的单身者 也可以在这天到月老庙 准备糖果仙花祭拜月老 求断好姻缘 中秋节禁忌六 既体虚者赏月 古代人认为太阳属羊 月圆属于阴 因此中秋节也是阴气较重的节日 容易传递阴气 为避免身体不好的人受影响 所以建议先避免赏月 中秋节禁忌七 既头发遮额头 古代将额头位置视为人的原神功 因此如果在中秋节这天 把额头的刘海撩起来让月神看 就能得到月神加持好运 因此刘海遮住额头的人 中秋这天不妨把头发旁分或梳起来开开运哦 中秋节禁忌八 忌晚间游泳 夜晚月亮会有道引映入泳池或海边 因此夜晚不宜到户外泳池游泳 避免对月神不礼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